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我家用了好几年制作辣椒酱的配方,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精确到一刻,色泽红亮诱人,香辣过瘾,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放上一年都不会坏,做法和用料都很简单,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准备两斤红辣椒,洗干净晾干表面的水分,把辣椒地取出来,我买的这个红辣椒是两块五一斤,大家说我买贵了吗?先改刀把它切成小段,切好之后放到绞肉机里面,擦上电源把它搅成辣椒碎,浇好的辣椒倒在一个干净的盘中,下面准备100克打碎的蒜蓉,50克姜末,少来点香葱, 放一旁备用,准备点小料,洋葱,香叶,八角,花椒,香葱,还有香菜,起锅,稍微多倒一些80年的食用油,热油放入小料,很多朋友在家做出来的辣椒酱,只有辣味没有香味,都忽略掉了这一步,把这些小料熬出香味,我们做出来的辣椒酱才香辣入味,比买的还要好吃,把这些小料榨至微微发黄,捞出控油,接下来 先把蒜末放进来,这样能先去除大蒜里面的辛辣味,把里面的香味全部炒出来,这个大蒜炒出香味,也不要炒得太牢,再放入姜末和葱末,再次炒出香味 大概炒了两分钟,炒至微微发黄,再放入搅碎的辣椒,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开小火,把辣椒里面的水分熬干 千万不要心急,边熬边用铲子搅拌,大概熬了七八分钟左右,大家看一下,这时候的油和辣椒已经分离 像这样辣椒里面的水分都已经蒸发掉了,往里面添加200克黄豆酱 再把黄豆酱的酱香味给它炒出来,大家看一下,炒至粘稠,咕嘟咕嘟的油酱分离 一定要切记,这里全程需要开最小火 下面开始调味,以两斤辣椒为标准,放入20克食物盐 10克鸡精,少许的白糖 20克生抽调味 10克蚝油 放入100克中辣辣椒面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入特辣辣椒面 炒拌均匀,把辣椒面的香味炒出来 大概炒了三分钟左右,大家看一下 这时候已经满初放飘香呀 色泽红亮又人 这时候再往里面放入半碗炒熟的芝麻 煎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再放入炒熟的花生碎 最后把它炒匀就可以,因为这个芝麻是提前炒熟的 最后上面倒入两瓶盖,82年的高豆白酒 既防腐又增香 焯匀,关火,美味继承 看着就特别的诱人 下面把熬好的辣椒酱倒在一个干净的大碗里面晾凉 方便下一步操作 大家看一下 这样做的辣椒酱色泽红亮诱人 香辣过瘾,酱味浓郁 这个辣椒酱做好,可以用来加馒头,拌面条,拌米饭 还可以抹在酱香饼上面,都特别的美味可口 馋到食品前的你了吗? 我已经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 先来替大家尝一下 哇,香辣入味,越吃越香 比超市买的吃的还过瘾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 咬上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 一口气能吃两个大馒头 真的是太下饭了 这个辣椒酱,一次要是做的多的话 装到玻璃瓶子里面,放到冰箱进行冷藏 放一年都不带坏 谁吃谁取,特别的干净又方便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动动您发带的小手帮我点赞收藏,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家人都能学会这个辣椒酱的做法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